那个公式给丢到这里面来 那我们我重新再写过一遍给各位看 所以第一个 我们做的方法 我先把这个 我先把这个先删掉 因为理论上这个是没有模组 一按右键插入模组 二的话就是打一个SUB 然后那个按键名称叫什么 按键名称我们叫做月考底线公式 所以我就在这边输入月考底线公式 直接按Enter 这样就OK了 有没有 意思就是我建了一个空的一个什么呢 一个SUB 这个SUB就对应到按钮 按下它 它可以帮我执行 那我要做什么呢 我要做呢 把公式丢到这边来 所以其实一样嘛 for i 这边的话你就打一个什么 for i 等于什么呢 第几列呢 第十三列 十三到 可能到二十七 但二十七另外一种写法就是向下追踪 我们向下追踪的话 然后就range 然后这个可能要是A的十三 向下追踪的话呢 点end 所以 打错了 所以点下去 这样打错字 所以我刚刚点下去它没有出现 点那么打一个end 后刮虎 后刮虎 前刮虎 向下追踪 这个前面有讲过 所以我打比较快的 打一遍 enter两下 打一个nets 向下追踪之后做什么呢 就是把公式丢到 i i列里面 i列的话就是打一个sales 然后i列 i列的i欄 我习惯欄用大写 等于先双引号两个 那这个打完之后呢 把这个复制过来 这边的话叫月考清除 其实 其实等于就是呢 我们先写的其实就是月考清除啦 那跟月考公式有什么差别呢 其实啊 就差别 所以在这个里面放我们之前做好的公式放过来 但有两个地方要注意 一个是如果里面有双引号 你就要把它加双引号 两个 可以用取代 第二个是如果里面有列号 可以再把它改成i 然后把它试一下 这个地方 里面有没有双引号 没有 所以其实直接先复制它 按取消 然后再切到这边 然后把公式贴上 然后再把列号13列改成i 双引号两个 移到中间 and两个 移到中间加个i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and前后加空白 那这个13跟这边一样 所以就把双引号到双号 复制一下 贴到13上去 这样就OK了 这两个按了 大公告 因为这个前面有讲过了 只是说我现在做的稍微快一点点 那月考的话 这个做完了 就可以两个按了 清除 输出 OK 没有问题 所以其实如果顺的话 大概没有几分钟写完 那这个的话比较